哈喽来门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韩南 韩南与其他的草相比是更容易散花的 他的这个品种一年只发一代苗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他的发苗率和苗数上面的话是比较低的 那众所周知 韩南对于放香条件是比较苛刻的 他这个品种本身是有香气的 那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温度差的话 他的香气的话是无法绽放出来的 那如果想要让韩南在室内放香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夜间气温低达到10度左右或以下 二白天一定要有太阳 如果在太阳下晒温度达到20度以上 是特别香的 三必须室内晒太阳 如果放到室外晒 温度没有明显提升 香味也是极淡的 只要满足了这三点 韩南就放香了 并且他这个品种的香气会比春兰的香气更加的浓郁一些 因为我身后这一棵韩南看得到 他这个一杆上花术是非常多的 也就是意味着如果有放香条件的话 他的这个香气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那么接着来介绍一下这一棵雪中红 雪中红是属于大叶韩南 他的这个珠形叶材是比较高条的 叶长大概有在50到60厘米的一个叶长 叶宽将近在1.5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宽 那么他这个叶材是属于一个比较直立的一个叶材 直立叶看到了吗 在韩南的叶材里面的话是非常非常好辨别的 雪中红同时也是我们韩南红树花里面一颗性价比很高很高的一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开品 首先来先看一下他的这个开品 他的这个花打得非常开 直径差不多可以达到7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你们看一下 而且他这个颜色对比度的话是非常强的 外半的话是那种绿色 不是那种很深的绿色 如果说他外三半达到像他叶片这么绿的一个绿色的话 整体一个花色对比度会浅一些 但是他这个是比较浅绿色的 蛇是属于这一种满铺红色的全红蛇 很漂亮的一个红色 所以说整体的一个花品像的颜色对比度是非常强的 外三半有如翡翠 蛇有如红宝石特别特别的好看 那他这个品种相对而言花手也是不错的 这一朵是初开 初开的话依旧能保持这样子 外三半的话是比较不厚翻的看到了吗 微微的向后翻一点点但是没有全部翻过去 关键的是他这个蛇 他的这个蛇的话不会说完全卷起来 看不到蛇 天眼垂下来的一个弧度还是非常明显的 从侧面看过来 这边的一个弧度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开这么久依旧能保持这样子还是很不错的 那像寒蓝他这个品种的话 比如说散花的时候的话 不要给他浇大水 就是说初开一朵 然后不要给他浇大水 如果说浇了大水之后的话 他的花的品相的话会差一点 就这样子一远望过去的话 他整体的一个花品的话是非常霸气端庄的 绿瓣红色朵朵如意 而且都是朝一个方向的 如果说在家里面放上这么一颗 在客厅啊或者是阳台的位置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我这一颗一杆散花树达到了九朵 那如果说有喜欢这个品种的男友们 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跟男友们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